本集有米其林POWER GP2 大喬Apany Stars 法國原裝進口機由EGO 忠實觀眾TDON 聯合贊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CS 迎接暑假結束後的英國戰 所有車隊首次換上特殊塗裝 並以經典作為元素 致敬不同時期的傳奇 讓人有種時空錯亂的特殊場景 這是為了紀念MOTO GP75週年 然而在這一條目前單圈最長的銀石賽道裡 Apria為備受矚目的車廠 今年擁有高速長彎優勢的RSGP 面對目前排在第一的Ducati 將是一大禁慮 另外車手市場也傳來了新消息 由於德國戰未來的極致座 這次我們一次補上 VR46不但與Ducati達成新的協議 在2025開始 將配給一台最新規格廠車 以及一台前一年的廠車 並且隨後分別簽下 Fabio D.J.Antonio 以及把大師兄接回來VR46車隊 最新規格的廠車 將由Fabio D.J.Antonio騎乘 也代表著將會有足夠資源 競逐世界冠軍的頭銜 想想這位車手 在2023年一度面臨失業的危機 轉眼間明年居然有能力 與場隊競逐世界冠軍 真的是一個相當有趣又勵志的故事 另外是Apria場隊的大異動 兩位現役的場隊車手 將在2025各奔東西 也讓身為衛星車隊的Trek House 必須留下一位擁有RSGP經驗的車手 最終簽下的是Rod Fernandez 並且從本田的搖籃中 牽走了日本的先星I-Agora 組成全新陣容的Apria 這對於亞洲人來說 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雖然不知道日本阿貴 能否續約LCR目前的空缺 如果這一項合約告吹 身為亞洲的車手 亞洲的男兒 我們也必須將日本阿貴的 殊榮綽號傳承給日本阿蘭 以表示我們對亞洲車手的驕傲 英國戰排位賽 Alyshii Spargrove 老當益壯 2023拿下分戰 2024拿下崗位 以1分57.309刷新場地紀錄 挺身2出對抗紅軍 排之第二的是衛冕世界冠軍 雖然擁有頭排起跑的成績 但對於本次排位賽中 將近有10位車手在賽道上 等待跟車的現象相當不滿 並表示這種現象真的很荒謬 在場的都是頂級車手 應當自行做單圈才對 另外也讓他感到相當生氣氣的 還有本有潛力拿下的崗位 結果被自家的貼紙gank 再來排出第三的 依舊是紅軍場隊的車手 Ina Bassanini 在本戰以0.041秒差幾下 Hohei Martin排上頭排 在放了一個暑假之後 這位車手似乎準備好 加入進逐世界冠軍的行列 因為本次衝刺賽 面對衝刺賽的王者 Hohei Martin 小野獸不但沿路緊跟 在第五圈一搏帶走 偷一步回高飛遠走 拿下生涯首次衝刺賽勝利 而Hohei Martin 雖然落敗拿下第二 但卻重新站上積分領先的寶座 因為衛冕世界冠軍 在衝刺賽中 再度上演自爆 也讓Martin的車隊小出包狀況有所緩解 因為在本場衝刺賽中 Hohei Martin的GP24搭載油量似乎過低 導致在比賽的過程中 讓他不得不切換到 叫省油的動力模式來完成比賽 而Aprilera隊長 則是拿下衝刺賽的第三名 對於這個成績來看 明年選擇退役的大衣可謂相當可惜 但也將會是本田開發上的一大力氣 英國戰爭賽當天的比賽殷勤不定 介於要下雨跟不下雨中間 所有車手也換上75週年紀念日的特殊塗裝 一起跑後差點認不出來到底誰是誰 還好MOTO GP DART 擁有化成輝都認出來的多年觀賽經驗 一眼就認出 在本場比賽擁有海輪先渡斯般滑順 騎乘風格 過人的輪胎管理能力的 Inna Bastarnini 在這條超長的銀石賽道裡 發揮的淋漓盡致 起跑後一度落後到第四的位置 不疾不徐的按照自己的節奏過關斬將 最終以將近兩秒的秒差拿下本賽季手冠 而拿下第二的則是Jorge Martin 前一天由於油量問題影恨落敗 但今天加滿油則是輸得心服口服 雖然連續兩場比賽敗下陣來拿下第二 但這一場正賽深批紅袍也算一解這位車手的心願 而拿下第三的則是Francisco Banaya 這位衛冕世界冠軍有於前一天衝刺賽的失誤 在小野獸開始發威時選擇放棄追擊 只想穩穩完賽 通常晴控的還有拿下第四的Mark Marcus 也可以看得出來雖然火星人一直說 Martin跟Banaya會是今年的世界冠軍 但仍然採用著拿分的策略等待機會 不愧是GP場上的心理戰大師啊 而全日盃的部分則是由Fabio Quartararo以第11名的位置拿下 不過儘管在放暑假前的荷蘭戰也好 德國戰也好 還是今天的英國戰也好 這三戰屬於高速彎屬性的賽道 卻不見直視車型從前那彎道的優勢實在令人不勝唏噓啊 車手積分的部分 小野獸暑假後爆發 衛冕世界冠軍以及火星人接著衝刺賽自爆10分 而Martin重新回到積分領先位置 Bassanini也超車上到第三的位置 這四位車手的最大分差 更是從上一戰的67分又縮小到62分 所以這賽程進入尾聲之前真的是不到最後一刻很難揭曉啊 因為當你覺得結果要一面倒的時候 Francisco Banaya還真的倒了 那這四位車手中唯獨使用GP23車型的火星人比較有意思的是 這賽季初說覺得GP23跟GP24各自有優缺點 到現在開始變成GP24還是在一些地方比GP23快 這樣說法的轉變 似乎已經說明在心靈層面某個程度上 已經放棄今年進出世界冠軍的執念 而在明年將離開的小野獸以及八九 本站也都帶來相當優秀的表現 整個劇本在這三位車手簽完合約放完暑假後 開始走向拿下世界冠軍 卻未能成為場對車手的局面 當然除了進出世界冠軍的車手 另外也來關心一下正面臨失業的車手 因為不但目前的位置已經被別人牽走 目前也都尚未擁有其他合約 分別為KTM的Jack Miller Gascos的Argosto Fernandez 一位從杜卡迪場隊轉來 一位2022年MOTO2世界冠軍 都被今年超級新人Pedro Acosta的竄起 搞得形同失色啊 另外是Trekhouse的Miguel Oliveira 曾經與Binder同為KTM場隊的車手 在Aprilia這兩年成績直線下滑 也許久未出現在頒獎台上 不知道當年的決定是錯還是對啊 不過據傳即將接手Donna Sports的爸爸 Liberty Media正在施壓要留下Jack Miller 因為先前我們提到過 這家來自美國的巨器 正試圖為MotoGP未來打開美國的娛樂市場 所以希望在場上留下相關國籍的車手 不過Miller在聽聞後卻直接說 他希望留下來是因為他的實力 而不是他的護照 只能說Jack Miller不愧是隱憾中的隱憾 車場積分的部分 紅軍依舊排在第一 並保持連續七場拿下分戰冠軍 而Aprilia再次拉開與KTM的積分差距 窩道三夜在Alice Rings 殷傷退賽的情況下 靠著Fabio Quattararo一人車隊 不但為全日盃冠軍 也與本田拉開差距 然而在本站前10米內有8台Ducati 如今的Ducati已經來到巔峰年代 因為明年將下修為6台 並且最新規格的廠車也會再減少一台 只剩3台 當然如今能擁有載智的能力 擁有共享資訊 絕對是工程之一 就像衛冕世界觀Gym Francisco Banaya提到 車手們可以互相參考資料數據 並修正車輛或是自身騎乘問題 這也難怪最近傳來BMW有意以1800萬歐元購買 當年林木還在MotoGP的數據 也就是因為如此 Ducati旗下8位車手的共享數據 不但能幫助車隊車手形成競爭力的雪球效應 更是擠壓了其他車廠在場上的名詞 也造就了如今無人能級的車廠積分差距 而目前身為歐場潛力猩猩之一的Alberia 在經過了實戰之後發現 目前除了起跑中置妥善率問題 RSGP擁有單圈的能力 但面對距離拉長車手就會陷入輪胎管理的問題 RV Vinales更是提到 他才跑了6圈就因後輪不斷打滑被迫放滿 而這個問題牽涉到整台RSGP廠車的設定 現在Alberia正研究性能管理 這也讓人擔心明年將加入的日本阿蘭 因為在整體的騎乘風格上 屬於滑胎入彎型選手將會增加後輪魔號 而這也將是2025 Arperia全新RSGP需要改善的問題 而KTM在經過三場長彎屬性賽道的苦戰後 這次準備來到自家主場Red Blue Ring 自2021年後 Bred Binder以傾城之力 大膽的在雨天不換胎拿下分戰後 就再也沒拿下過主場的分戰冠軍 但這家雄心壯志的車廠 想必誓言捍衛主場 所以RC-16不但在此經過許多次的私人測試 這次KTM也將派出KTM小師傅小E外卡出賽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至於日場的部分經過了上半賽季還是老樣子 雖然至今面對歐場的競爭力 依舊猶如宜卵即時的手無夫妻之力 但明年本田有大一我大三葉 則是多了Prima的衛星車隊之力 來去緩解場隊車手兼測試車手的巨大壓力 導致無法專心備賽的問題 在透過Dona現行的車廠分級制度下 我屈指一算 在明年應該會有花開結果的時候 而Prima目前尚未官宣旗下車手 但我猜我大三葉一定會需要一位有經驗的車手 而那位車手就是我 不是我是說 應該就會是三位準備失業的其中一位 來去協助車輛測試的工作 下一站將來到KTM的主場奧地利站 面對擁有許多長彎就處於劣勢的KTM 終於迎來自己的主場 究竟能否帶來開賽季一名驚人的表現 還是又是一場紅軍載至的局面 Gentlemen拭目以待 我是S 這裡是S看GP 大家掰掰 上次忘記跟大家說 由於先前被版權炮的原因 YouTube直播功能被鎖90天 沒意外要等到10月才能重新開啟YouTube直播 所以在這之前都會在我的FB YES哥哥的粉絲團開直播 與大家一同觀看每場賽事 5月27晚上8點半重刺賽 8月18晚上7點 我們線上見 最後跟參加阿難得挑戰賽的會員朋友們說一下 上半賽季的SHIRY Z8已經送出 下半賽季將送出SHIRY X15 給精準預測次數最多的一位會員朋友 記得填表單啦 各位 掰